富爸爸, 窮爸爸, 第二課 為什麼我們要教授財務知識? 以下的動態圖顯示了努力工作的人所具備的徒息 一對剛結婚, 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婚夫婦 他們住在一套很擠, 而且是租來的公寓中 很快, 他們就意識到他們在省錢了 問題是, 公寓太擠了 於是他們決定省錢, 買一棟自己夢想入面的屋 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自己的小朋友 現在他們有兩份收入, 並且開始專心事業 他們的收入開始慢慢地增加了 但隨著收入增加, 支出也增加了 對大部分人來說, 第一個支出就是稅 很多人以為是所得稅 但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 最高的稅 其實是社會保障稅 作為一個僱員 表面上, 社會保障稅和醫療稅 一共只有7.5% 但實際上就是15% 因為僱主必須為你給的15%的社會保障金 關鍵就是, 僱主是不會拿自己的錢為你支付的 實際上, 他所支付的都是你應得的 此外, 你還需要為自己的工資已經扣除的社會保障稅 再去交所得稅 而這種所得, 就是由你從來未得到過 因為他們是透過預購, 直接進入了社會保障體系裡面 接著, 這對夫妻的債務開始增加了 這一幅圖就是對這個年輕夫妻的最好描述 隨著收入的身家, 他們決定了買一套自己的屋 一旦有了屋, 他們就要交稅, 財產稅 接著, 他們買了新車, 新家具等等 去跟他新屋去配套 最後, 他們突然發覺, 自己身陷了抵押貸款和信用購貸款的債務裡面 他們落入了老鼠賽跑的陷阱 沒多久, 他們的小朋友出生了 他們必須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這個過程繼續循環下去的時候 他們賺的錢越多, 稅就會給得越多 他們沒辦法不追大限度地用他們的信用卡 這個時候, 一個貸款公司打電話來 說他們最大的資產, 屋已經被人評估過 因為他們的信用紀錄這麼好 所以公司可以提供賬單合併的貸款 即是說, 用房屋作為抵押去獲得長期貸款 這一筆貸款可以幫助他們上附其他信用卡裡面的高息消費貸款 更加好的是, 這種住房貸款的利息是免費的 這對夫妻覺得他們真的太幸運了 馬上同意了貸款公司的建議 被寫用貸款去付出信用卡 他們覺得鬆了口氣 因為表面上看, 他們的負債額度降低了 但實際上, 不過是將消費貸款 轉移到住房抵押貸款上面 他們將負債分散在三十年內去支付 過了幾天, 當他們的鄰居打電話來約他們去購物 他們說, 接下來會打折 這對夫妻就跟自己說 我們什麼都不買的, 只是去看看 但一旦發現了想要的東西 他們也是忍不住用剛剛才給清楚的信用卡給了錢 我總是認識到這些年輕夫婦的 他們的名字不同 但絕景就是這麼相同 他們來問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怎樣才能夠賺到更多錢? 他們的支出消費習慣 讓他們想尋求更多錢 他們甚至乎不知道 他們真正的問題 是在於他們選擇的支出方式 這才是他們苦苦掙扎的真正原因 而這種無知就是在於沒有財務知識 以及不理解資產和負債之間的區別 最多的錢都不能幫他們解決問題 除了改變他們的財務觀念和支出方式之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救他們了 我記得一個朋友對那些欠債的人 一次又一次地說 如果你已經發現你在一個洞裡 請你不要再畫了 當我還有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我爸爸說 日本人關注三種力量 劍、寶石和鏡 劍,掌聲著武器的力量 美國人在武器上面 已經發想上千億元 是世界上的超級軍事大國 寶石,掌聲著金錢的力量 就像一個戒言所說 記住黃金規律 有黃金的人制定規則 而驚就是掌聲著自己的自資力量 在日本人看來 自資是三種力量中最寶貴的 窮人和中產階級 更多地等金錢的力量控制著他們 他們起床工作 但就不問自己這樣做的意義 每日為止都是工作 但他們其實並不真正懂得錢 於是大部分人就等錢控制著他們 和他們對抗 如果他們有一面鏡 或者會對鏡說 那有意義嗎? 但通常 人都不會相信他們自己內在智慧 而只是隨波直流 人運益運 他們做一些事 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 他們總是服從 而不會去提問 於是分其付款 你的房屋就是你最大的資產 你的房屋就是你最大的投資 欠債可以抵稅 找一份穩定的職業 不要犯錯 不要冒險 這些等等之類的話 他們都一概接受 從來都不質疑 這就是我受過教育的爸爸說 日本人最重視鏡子的力量的原因 因為只有當他們看著鏡子的時候 才會發現真相 而大部分人說穩定的原因 其實都是出自恐懼 當我們其他東西 同樣地可以借助鏡子來看清楚 譬如是社會關係 職業 金錢等等 正正是因為這種恐懼 即是害怕被排斥的心理 令到人服從 而不選擇去質疑那些 廣泛接受的觀點 或者流行的趨勢 大多數人的財務困境 都是由於跟大隊 簡單地跟其他人所造成的 因此我們是需要不時地照照鏡 去相信我們的內在智慧 而不是單單只有恐懼 當默克和我16歲的時候 我們在學校有了麻煩 我們都不是壞的小朋友 只是開始遠離人狂 我們在周末和平時放學之後 去為默克的爸爸做事 做完事之後 我們會回家幾個小時 坐在一旁 聽他爸爸和銀行經理 律師 會計師 經紀人 投資商 經理和員工開會 默克的爸爸13歲 就離開了學校 現在他正在指揮和命令 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他們對他為命是從 而且當他對某個問題 表達不滿的時候 他們都很害怕 庫爸爸並不是一個去大樓的人 他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人 他不喜歡說 我們必須這樣做 因為其他人都會這樣做之類的事 如果你想等他做什麼的話 一個有限的方法就是跟他說 我想你做不到這件事 默克和我通過參加 庫爸爸開的各種會議 學到不少東西 甚至在某些方面 比起學校 包括在大學裡面學到的 更多 默克的爸爸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但是他有很多的財務知識 而且最終也獲得了成功 他一次又一次地跟我們說 聰明人總是會請 比他更加聰明的人 所以我和默克 經常都有幸可以用幾個小時的時間 聽那些聰明人說話 並且向他們學習 也都因為這樣 默克和我很難再遵從老師所教的那些傳統教條 這樣問題就來了 當老師說 如果你得不到好成績 社會上面也做不好的時候 我和默克都受了眉頭 當我們被告知 要遵守既定的程序 不要偏離規矩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種學校的程序 是如何扼殺創造性的 我們開始明白 為何父父說 學校只是生產好僱月 而不是生產好僱主的地方 默克和我 經常都問學校老師 我們所學的東西 為何不實用 或者為何我們不學習 有關錢的知識 和運動規律呢 對於第二個問題 我們經常得到的回答是 錢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我們學習優秀 錢就自然會理 當我們對錢的力量知道得越多 和老師和同學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 我那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爸爸 從來都不會對我的成績施壓 這是令到我很驚訝的 但是我們有為錢的東西去爭論過 我還記得在16歲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了 比爸爸媽媽更加多的財務基礎知識 因為我經常看書 經常聽審計師 企業律師 銀行家 房地產經紀 投資人的聊天 而我的爸爸 每天只會跟老師聊天 有一天 當我爸爸告訴我 我們的房子是他最大的投資的時候 一場不太愉快的討論發生了 當時我對他說 我認為一座房子 並不是一個好的投資 下幅圖反映了 我的父爸爸和窮爸爸 在房屋問題裡 兩個自然不同的觀念 一個認為他的房屋是資產 另一個就認為是負債 圖是這樣的 我還記得 我亦都畫了下面一幅圖 向爸爸說明了他的現金流向 我亦都向他指出了 擁有屋 帶來的富家支出 你的屋越大 支出就越大 現金流就會不斷地流出 今天我仍然是向房屋是資產的觀念挑戰 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 屋是他們的夢想和最大的投資 而且有屋總比什麼都沒有都強 但是我仍然想用另一種思想去替代這個教條 我太太和我 我們都很喜歡有大又漂亮的屋 但我們知道這個並不是一個資產 由於它會令到錢在我們口袋裡流出去 所以它是一個負債 因此我提出了這個論點 我並不是想讓所有人都同意我的 因為屋不仍是人門的感情寄託 此外 對於錢的熱衷 是會降低你財務方面的理智的 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 錢是能夠令到決策變得成熟化 第一 對於房屋 我要指出 大多數人一世都是為一個 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擁有的房屋 而辛苦工作的 本句話說 大部分人每隔幾年就買一個新屋 每一次都用一份新的 30年期的償還貸款 去還償一筆的貸款 第二 就算人在住房抵押貸款的利息裡面 得到了免稅的好處 他們都是要先還清各期貸款之後 才能夠以稅後收入去支付各種開銷的 第三 財產稅 我妻子的父母每個月都要為他們的房子 交納高達一千美金的財產稅 這個是他們退休之後要交的一個款項 這種稅款令他們日子很緊張 他們經常都感覺要被迫觀你 第四 房子的價值並不是總會上升的 1997年 我一個朋友有一個價值100萬美金的屋 而今天這個屋只值70美金 第五 最大的損失是機會損失 如果你所有的錢都放在房屋裡面 你就不得不努力工作 因為你的現金流不斷地從支出裡面流出 而不是流入資產項目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中產階級的現金流模式 正確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如果一對年輕的夫妻 早點在資產項裡面投入多點錢 之後幾年他們會過得輕鬆些 尤其是他們準備將小朋友送入大學的話 如果資產項裡面的投資會令到他們的資產不斷增加 自動彌補支出 如果一對年輕的夫妻 早點在他們資產項投入多點錢 之後幾年他們就會過得輕鬆些 尤其是他們準備將小朋友送入大學的話 因為資產項裡面的投資 會令到他們的資產不斷增加 自動彌補支出 反而如果你先投資買了一間大屋的做法 只不過是拿得抵押貸款 去支付不斷攀升的開支 總之擁有一個很貴的屋 而不是早早開始證券投資 是會對一個人的財務 在以下三方面造成衝擊的 第一 你會失去了用其他資產增值的時機 第二 本來可以用來投資的資本 就會用來負星房子的各種高額長期開支 第三 失去了教育的機會 人們經常將他們的屋 儲蓄、退休金等 進入他們的資產項目 因為他們沒有錢投資 所以也不會去投資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獲得投資經驗 並且永遠都不會成為投資界 銀行的成熟投資者 而最好的投資機會 往往是先給那些成熟投資者 最經他們轉收給那些緊小甚美的人 當然 在轉收的時候 他們已經拿走了絕大部分利益 接下來 我會講講我受過教育的爸爸 他的財務情況 究竟老鼠賽跑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窮爸爸和虎爸爸的財務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在下集再講吧